你不听我的话吗? 我们来吧,我们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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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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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九原本是北朝鲜的一名军官 在秘密部队训练9年后 总教官交给他一个新任务 到南韩潜伏等候命令 所以原本帅气的冬九 成为首尔一个村子的傻子 整天穿着一身绿色运动服 天天被小孩子欺负 还得假装配合和他们玩 这就是冬九,从两万人中选出的精英 为了让大家相信自己是个傻子 他必须配合这些小孩子 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村里最傻的傻瓜 顺林阿姨是冬九的房东 也是他的雇主 为了更好地隐藏身份 冬九在顺林阿姨开的超市打杂 休息室就住在二楼 至今为止 他已经攒了470多万 他要一直攒下去 等到任务结束的那一天 用这笔钱买一套房子 为了全方位办好一个傻子 在下楼的时候 必须用摔下去的方式 顺林阿姨心疼地责骂他 但冬九必须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傻笑 因为这就是潜伏计划 每天都要当着别人的面摔垢三次 两年来 他几乎对这里每个人的行踪都了如指掌 最喜欢的就是小蓝 要是放在以前 冬九非得打断这小子的狗腿 但现在必须继续用一个傻子的姿态 继续帮顺林阿姨处理垃圾 顺林阿姨是个节省的人 平常干什么都抠门 至今为止已经攒够了七个存折 冬九唯一能占到便宜的时候 就是在吃饭时偷偷往碗里多放一块肉 不但要陪着偷零食的小孩子演戏 还得陪来买烟的阿姨演戏 作为北朝鲜最强卧底的冬九 之前似乎没有接受过美人际训练 强行忍住心底的邪念递过去一条烟 只是临走时眼神中难免多了几分恋恋不舍 在这里潜伏的除了冬九还有胖大叔 相比冬九的短短两年 大叔已经潜伏了16年 这次来是告诉冬九一个好消息 大叔在流行女团的粉丝团中成功当上了总务 他建议冬九也培养出一个兴趣爱好 唱歌也行 跳舞也行 什么都行 起码别在潜伏生涯中把自己的精神搞垮 不过以冬九这个傻子的人设 怎么可能去追星 对大叔这种堕落的思想行为 冬九决定斗争到底 他要以傻子的姿态继续坚持着 距离上一次发电已经有半年了 他必须趁着今天的雨夜 当着村里大姐和孩子的面 在路边拉下答便 在那之前 先要用最享受的表情做出铺垫 然后干出最龌龊的事 女神小兰的出现 让冬九如遭雷击 随着风吹走的不是伞 还有冬九的心 没办法 这也是计划之一 每一个月都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小便一次 每半年还要大便一次 做完这件事 心里受到打击的冬九病了 幸好有顺林阿姨贴心照顾 感冒很快就复原 只是从那以后 再看到小兰的时候 再也没了过去那份从容和自信 冬九不是不能起来 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厚着脸皮起来 顺林阿姨有个儿子石头哥 因为担心傻傻的冬九受欺负 一有机会就教他怎么打拳 每天除了打杂 冬九还要和石头哥一起去送货 今天是给高老头送米 这高老头有四个房子出租 每个月光房租就能收60万 是村子里最富的人 阿美作为房客之一 对高老头抠门道不肯放热水的行为 表示强烈谴责 为了解暑 敲开一个生鸡蛋就往嘴里吞 一天的傻子生活结束 只有在夜深人静时 冬九才会恢复正常训练 以保持六块腹肌和反应力 不过让冬九没想到的是 除了他和胖大叔 上级又派来一个阿浪卧底 这小子一出手就想伤到冬九 两人过去在秘密部队里就是对手 现在同来这里卧底 冬九很不理解 因为阿浪是领导的儿子 明明可以随便当个官就行 怎么会来这里执行这么危险的任务 任务很简单 因为上级已经开始对冬九不信任 觉得他吃了两年南韩饭 说不定已经不忠诚了 所以派出阿浪过来加强卧底力量 冬九要继续在这里扮傻瓜 阿浪则要打入娱乐圈获取更多消息 冬九很不愤 他明明颜值比阿浪还高 为什么就要扮傻瓜 还要当着女神的面拉屎 就因为阿浪是领导的儿子 一来就能轮到好任务 好奇阿浪的任务内容 冬九换上胖大叔的快递衣服 一路跟了过去 看到海水现场的冬九放心了 显然 阿浪的音乐素养 不足以让他出圈成团 他本想被娱乐公司选中后 打入娱乐圈 结果南韩的年轻人们 唱跳才艺实在太强 阿浪连海选第一关都没过 在村子里当傻瓜的生活是无聊的 但就在冬九准备给母亲写信的时候 总是欺负他的小孩子过来拍门 说是自己的哥哥不见了 冬九拿出专业素养 从那孩子平时行动的路线来看 小孩子应该是在撒尿后被高手绑架 村子本来就不大 互相都很熟悉 小孩子一丢 全村人都拿着手电开始找 站在房顶的冬九可以纵览一切 耳边隐约听到一声小孩子的叫声 作为受过特种训练的高级特工如履平地 可他寻着声音过去 竟然发现 那小孩子只是到别人家想吃饼干 根本没有危险 扭经无险的一夜过去 第二天的冬九依然要当好一个傻瓜 胖大叔突然来找冬九 说是上级下了命令 要胖大叔立刻终止任务返回北朝鲜 临走前 大叔想借冬九的枪一用 自己潜伏任务还没完成 就被提前召回 很有可能回去就得被处决 冬九不敢违背纪律 拒绝了大叔的请求 不过大叔的突然返回 也让冬九心里泛起涟漪 冬九很担心母亲在老家过得好不好 是不是也和顺林阿姨一样总是咳嗽 待在这个小杂货店 也许不仅仅是因为隐藏身份 也是因为顺林阿姨和石头哥对他好 人在他乡的冬九 总觉得有种回家的感觉 石头哥总是要出去忙工作 经常是顺林阿姨和冬九两个人吃饭 晚上没人打扰的时候 就是冬九心里无比思念母亲的时候 他总是会用左手给母亲写下一封信 尽管这些信永远也寄不出去 两年来已经攒了好几十封 这晚刚把信放好 就被人用枪指着脑袋 黑衣人最终也没敢开枪 翻窗就跑 穿着一身傻子制服的冬九紧随其后 他想搞清楚这个人的来历 为什么自己会遭到组织的追杀 结果在半路碰到刚演出回来的阿美 缠着冬九非要玩游戏 在阿美看来 冬九只是个傻子 傻子很好 不用担心什么事 不用有烦恼 甚至不用虚情假意戴上面具伪装 就算是洒脱的阿美 也有不为人知的往事 18岁那年 他曾生下过一个孩子 至今为止七年了 阿美从没和孩子见过面 阿美的父母已经把那个孩子送出国 被人领养了 这是冬九第一次知道阿美的心事 可他自己又能好到哪里去 一个被朝鲜派来的间谍 现在还是一个不被组织信任的间谍 和阿美一样 都是天涯沦落人 背着喝醉的阿美回家时 半路上碰到再苦练的阿浪 或许是阿浪的吉他声太过于震撼 阿美有些压抑不住感情 折腾到把阿美送回去 雅人才腾出时间说正事 对黑衣人的刺杀 阿浪觉得正常 因为上级对所有人都有怀疑 特别是离开北朝鲜 在南韩执行潜伏任务的人 回去之后就会不被信任 甚至会被秘密处死 冬九的觉悟很高 身手更高 不经意间已经找到那个黑衣人 其实就是自己曾经的组员小海 他知道小海不会对自己下手 但诧异的是 为什么两年来什么事都没发生 但最近突然派出两个卧底在自己身边 是不是要有什么大动作 小兰弟弟带来一个人 说是学校新收的小马仔 没想到正是小海 是的 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大事 从小海来之后 胖大叔就离奇消失 东九怀疑 是小海杀了胖大叔 然而事实却正好相反 现在胖大叔或许已经快到老家了 不等东九再往深处问 看到小兰被色魔上司缠着走进小巷 为了帮女神解围 也为了让小海更好地潜伏下去 东九让小海去帮忙搞定那个家伙 小海是个生瓜蛋子 上来就想把色魔上司给活埋了 东九不得不亲自出马 让色魔上司穿上女人的内衣 连拍照带录像 装满了内存卡才放她走 如果以后再敢对小兰有所不尽 就把这些发出去 让她射死 三兄弟其实都不容易 大老远的跑来这地方搞潜伏 还得给人家干苦力 便抱怨着顺林阿姨的剥削 无意中听到 楼下有流氓来闹事 看到顺林阿姨被流氓欺负 东九当即以傻子的方式摔下去 就算被推到玻璃上也一声不吭 但就在顺林阿姨差点被推到地上时 眼急手快拖住了顺林阿姨 她可以忍受自己受伤 但绝不能让顺林阿姨受伤 现在的顺林阿姨 根本不知道东九是什么实力 顺林阿姨只是不想这个傻孩子受伤 等石头哥回来的时候 那些流氓早就走了 于是又单枪匹马去教训流氓 其实石头哥只是在警察学院上过学 目前还没考上警察的工作 所以没复仇成功 反被那帮流氓教训了一顿 有石头哥傻子人设不能毁 东九不能出面 所以他要小海帮忙 先把石头哥送走 然后让这些流氓知道知道 什么叫天外有天 把仓库全部毁掉也无所谓 只要不杀人就行 得到前辈命令的小海果断出手 用飞快扎碎所有的灯 接下来的事就不用东九操心了 本来还担心打人时溅上血 特意换上红衣服 看来这次也用不上了 再次回归绿衣少年的东九 以一个傻子的姿态 回来安慰石头哥 东九识趣的捧着场 石头哥在东九面前 才能卸下所有防备 畅想着以后的生活 自己会更努力 会对这个家负责到底 让妈妈和这个傻弟弟有更好的生活 为了庆祝流氓的事情被解决 顺林阿姨特意煮了人参鸡汤请大家喝 村里好久都没有这么热闹了 高老头也热情招呼着大家 三人是从小就接受秘密训练的特工 很少能感受到这样的温馨 阿浪亲自弹吉他 唱阿美放声高歌 这是东九潜伏生涯中 为数不多的放松时刻 过去他害怕吃不饱 害怕撑不过军队的训练 可到这里以后 他发现他害怕的东西变了 他开始怕这种平静被打破 东九的感觉很对 当初组织派他们来卧底 是想找机会建功立业 但现在风云突变 北朝鲜和南韩的关系缓和 他们这支秘密部队 已经被高层决定解体 所有相关人员都不能留下 总教官想给大家留个体面 比起被追杀到死 还不如自尽 他对高层做出承诺 如果有人想不体面的 总教官会亲手让他体面 南韩的天和老家的天 好像也没什么不一样 只是这里终究少了故土的温暖 一股冷风刮过 总教官的命令已经下达 三个年轻人都收到了 要求自尽的消息 如果有人不想体面 会有监视者负责处决 而后监视者也将自尽 不多时 潜伏在首尔的几十个卧底 都开始自尽 而小海恰好就是这片地区的监视者 面对东九这位前辈 他不敢动手 也不想动手 当初是东九救下小海的 没有东九就没有现在的他 可现在因为总教官的一句话 几十个人就要刀兵想想 阿浪只觉得这一切很可笑 对于高层来说 他们就像小小的咸鱼一样 根本就是任人摆弄的存在 其实东九也明白 就算把枪递到小海手上 他也下不了手杀自己 一边是上级的命令 一边是对自己有恩的前辈 小海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办 就在总教官下达命令后的两天时间内 潜伏在南韩的卧底 已经死了十七个 根据南韩情报局徐队长掌握的情报来看 北朝鲜一共派出二十个人潜伏 也就是说 还有三个人没有死 最重要的是 徐队长在卧底尸体中发现有追踪器 这就意味着 如果那三个人再不死 总教官一定会亲自动手的 虽然立场不同 但徐队长也是从年轻时候过来的 他实在不忍心 看着三个年轻人就那样被杀掉 所以想用自己的方式 让三人活下来 纵然遭到组织的遗弃 东九还是不愿意背叛 徐队长见说不通 只得跳墙溜走 毕竟这三个年轻人可是受过特殊训练 小海本想干掉徐队长 可在追击的途中 却被堵在巷子里 徐队长开枪打上了小海的腿 接着让人把他按在车上 用刀子在小海身体里取出追踪器 小海算是暂时安全 徐队长接下来 准备把东九和阿浪的定位器取出来 这时候的东九已经回到自己的小房子里 意外发现胖大叔没有回家 据胖大叔自己说 本来是要回去的 但在回去的途中 他因为害怕就半路溜走了 这次希望东九能帮帮自己 该来的一天终究会来的 东九知道这次谁也躲不过去 不如直面总教官 理发大叔给他设计了最好的发型 东九终于能以一个正常人的姿态 对女神小兰告别 当小兰的弟弟再想打东九 已经连衣脚都蹭不到 这是最后一面了 东九告诫 曾经很有希望成为自己小舅子的家伙 希望他好好学习 别再天天混了 和小兰相比 最不舍的人还是顺宁阿姨 顺宁阿姨不知道这个傻孩子今天是怎么了 但还是帮他收拾了东西 把东九来时候穿的西服打包整理好 还在里面放了一张存折 担心东九傻傻的不会花钱 所以这两年就会定期在存折里给东九存钱 如今到了分别的一天 也该拿出来了 其实两年前来的时候 东九是以一个西装暴徒的身份出现在角落里 受伤的他被顺宁阿姨发现后 不得不伪装成傻子 可当了两年的傻子东九 如今突然发现 离别是一件很沉重的事 顺宁阿姨活了半辈子 见了很多生离死别 装作轻松的样子想打开电视 却因为情绪激动 按钮都掉了 再次穿上西装的东九 替阿美了却一桩心愿 纸条上写着 阿美的孩子如今在美国的地址 这是他最后一件能为阿美做的事了 和该告别的人告完别 东九觉得自己并没有想象中的轻松 心里好像更难过了 虽然只是被迫潜伏在这里 但两年来 这里每一家有多少人 有多少事 开心还是难过 东九好像什么都知道 他明白 小海是被徐队长抓走的 所以打晕南韩情报局的人 用他们的通话器 请徐教官对小海好点 东九不怕和总教官开战 但绝对不能在这里打 否则亲人们都会受到伤害 徐队长知道 他们之间迟早会有一战 一听到这个消息 就立刻带队出发 没想到小海主动请英 他也要跟着一起出去 向总教官去讨个说法 知道身上装有定位器 东九没有刻意寻找 总教官自然会找到他的 这次见面 他只想问一个问题 如果自己执行自尽命令的话 老母亲能不能平安活下去 越是故作幼儿言他 越是能说明问题 东九估计 老娘还活着的几率已经不大了 他想不通 总教官为何如此狠心 受到生命威胁的他 只能被迫出手 总教官的年龄比东九大很多 可实力一点不弱于年轻人东九 脸上的刀疤已经能说明一切 东九被从楼上踢下来 就在要被狗腿子干掉的时候 阿浪开着车赶来支援 好汉不吃眼前亏 带上东九就溜 和擦伤相比 心里的伤才是最疼的吧 俩人来到一处烂尾楼 这是东九和胖大叔 约定拿武器的位置 早晚都得有这一天 不如拿上武器好好打一场 只是东九和阿浪都没想到 拉开拉链 里面只有满满一包砖头 原来胖大叔的真实身份 是北朝鲜一所大学的教授 从这支秘密部队初创之时 他就强烈反对 因为他认为 没有人能在那样的环境下坚持下来 如今东九三人的反应 让他觉得自己的理论无比正确 这人实在有骨子毅力 为了验证自己的错误理论 竟然能在南韩潜伏16年 东九没想到 有人会把事情做到这个地步 不过他和阿浪都不怕 过去还在秘密部队时 他们两个分别是两个小组的组长 眼前之人曾经都是他们的组员 实力上差一大截 就算赤手空拳 也能收拾掉这些小弟们 要是阿浪还选的时候 考核内容是打人 他一定能够晋级决赛 收拾完这些小弟 想再回头也没有可能了 而且从一开始这就是个骗局 从他们进入秘密部队的那一刻开始 所有家人都已经被关在收容所里 阿浪显然知道这个事情 只有东九这些年一直被蒙在鼓里 还傻傻地盼望着 完成任务回去和母亲见面 而且高层已经决定 要处决他们这些秘密部队的人 那他们的家人们 又怎么可能还活着 看到东九颓废的样子 胖大叔愈发觉得自己的理论正确 他这个碗笔杆子的杀人诛心 东九可不惯着他 与此同时 总教官也赶到烂尾楼 东九的精神状态已经濒临崩溃 他吃那么多苦 好容易才潜伏下来 到头来竟然全部都是骗局 楼下已经聚集越来越多的人 他们只能往上走 直到推开天台的门 再也无路可走 死是一定的 阿浪希望 自己留下来拖住总教官 让东九找机会跑下去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他已经没有值得留恋的人了 当然 除了一条手机短信 总是不让他通过海选的演艺公司 发来短信 告诉他面试已经合格 其实东九已经不想活了 自从得知母亲被杀的那一刻开始 他心里只有报仇 总教官已经带着人走过来 他还想试图说服阿浪 毕竟是大领导的儿子 可阿浪一拳就打碎了还没拨通的手机 他是大领导的孩子没错 但他是个私生子 从没得到过重视 不然也不会被拍到这里卧底 这话刺痛了阿浪的心 他现在腿上有枪伤走不动 所以拜托东九把那个多嘴多舌的兔崽子拽过来 让他知道嘴剑的下场 不到十秒 东九就完成任务 嘴剑的小子被阿浪斩杀于当场 这个问题总教官没办法回答 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既然如此 只有一战 以东九的实力 干掉总教官身边的土鸡娃狗 不费吹灰之力 这是最后的对决 总教官出手毫不留情 就连他自己也知道 这次任务结束后 高层是绝不会留着他的 此刻的俩人 已经不知道为什么会在天台上打架 总教官的铁拳打在东九脸上 又何尝不是打在自己心里 半生心血 忠心耿耿 只因高层的一句话就化为乌有 此时 南韩情报局的徐队长 已经带着防暴队上来 只要总教官敢再有出格举动 就将他击毙 枪真的响了 不过却是一个瘸着腿的防暴队员 头盔摘下 竟然是小海 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已经混入防暴队 对小海来说 东九是他的恩人 更是他人生中的一道标杆 现在这支秘密部队 就只剩下他们四个人 总教官掏出手雷想同归于尽 关键时刻 阿浪扑了上去 抱着总教官刚摔到半空就炸开 什么都没留下 徐队长希望东九和小海 不要富于顽抗 自己会想办法让他们活下来的 可小海根本不想投降 奋力嘶吼着 想让东九清醒一点 精神备受打击的东九 已经什么都听不见 从那张顺林阿姨给的存折上 他看到了一个老人家的心 在备注视像上 从最开始的东九工资 到我们东九的工资 再到我的二儿子 最后甚至变成了 儿子的娶媳妇钱 原来顺林阿姨早就把东九 当成自己的亲儿子 此刻的东九无比希望 这一切都没发生过 太多希望 自己还是村口小卖部 那个傻傻的东九 不止顺林阿姨忧心 全村人都在担心三个年轻人 可惜一切都回不去了 小海也已经崩溃 扣动扳机疯狂扫射 换来的只能是防暴队 更为猛烈的还击 东九和小海身中树枪 从十四楼摔了下去 如果有来世的话 东九希望自己出生在一个没有战争的国度 在一个平凡的家庭好好生活 后来的事没人知道怎么样 只知道天越来越冷了 从东九走后 总是有奇奇怪怪的人 上门找顺林阿姨问东问西 在顺林阿姨心里 东九还是那个 只知道穿着绿色运动服的傻孩子 也是自己勤快的二儿子 他不明白那些人为什么总是来问东九的事 可又不告诉他 东九现在到底是生还是死 在两年前发现东九的地方 顺林阿姨挂上了一家人的合照 还在上面留言 如果东九还活着的话 就给个信 让他惊讶的是 相框背后竟然早有一行字 后来还是在这个地方 小家的合照换成了大家的合照 笑眼如花 就像东九刚来时那样 这部电影由同名漫画隐秘而伟大改编 在电影上映之后的半年 金秀贤以一部《来自星星的你》彻底爆火 不得不佩服他的演技 演傻子像傻子 演教授像教授 而故事结尾 故意留在墙上的那句话 似乎是为了证明东九还活着 每每练及此处 顺林阿姨照顾傻傻的东九那一幕 就浮现眼前 原来老太太早就把他当成亲儿子 在他走后甚至会把他穿绿衣服的样子 画在墙上